陈锡南是台湾终身代的企业家 拥有科技与创投事业 在商场上是很多人钦佩的策略家 但是他在如日中天的45岁 罹患了难缠的帕金森市症 对一般人而言 几乎是停止梦想起飞的宣告 但陈锡南在病中 却领悟了回馈社会热心公益的使命 朋友眼中的他是充满活力热爱生命的榜样 他这样做不是说为他自己个人自己 是为全台湾的人这种胸襟这种气度 他以带病之身 竟然比任何人都要投入 付出那么多的心血 那么多的资源 这一点是我们每一个人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效法和学习的 林光益市教育界人士 是陈锡南口中生命的教练家庭的导师 好友两人一起教稿一起写宣言 把保护家园以及爱护地球的理念 推得满天响 陈锡南这四年来 更创建了宜兰人文基金会 在轮椅上的时间 他给自己岁月不空转 生命不留白的勉励 投入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坚持 要坚持 在坚持之下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欲求 没有任何的原因 你不能说今天身体不好 或者是天气不好 或者是心情不好 你就没有那种去做下去 这是不会成功的 陈锡南是家中的长子 母亲过世前是虔诚的佛教徒 经常把老母亲警惕 拥有菩萨心 乐于菩萨行 当作行善的准则 虽然自己得靠按时吃药 才能维持身体的动力 但是坚持的毅力 与乐观的天性 让陈锡南一路走来 始终是轮椅上的强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